锦衣之下番外145 路易配合戏惊喜府惊吓演戏 徐静 路易眉头微醋 自己近日刚从宫中回来这么短的时间 没想到这个老狐狸就速度如此之快的登门过府 想来十有八九是得到消息前来试探了 将他引到大厅 我随后就到 路易吩咐道 得知徐静在此时登门拜访 静下不禁有些担心大人 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过是试探罢了 陪我演一出戏 静下徐穿扶着路易来到大厅 略带歉意地说道徐大人 让您久等了 是才我家大人从宫中告假回来刚躺下 所以路易十分虚弱地咳嗽了两下 才开口道徐大人 让您见笑了 今日吃徐某不请自来 还请路迁事见谅才是 徐静客套的接话 那不知徐大人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路迁事你我都是老熟人了 我就有话直说了 这皇上既定的狩猎时间将至 皇上一向看重这狩猎一事 特意将前期工作都交于你负责 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告假 可欠默耽误了这一事宜的进度 否则实在是难以交代啊 为等路易开口 护短地惊吓徐大人 说我冒昧 我家大人的身体自己年的牢狱生活就有所亏损 近期更是为了筹备狩猎一事 日夜在更深入重的京郊坚持着 若不是身体吃不消万万不会告假 事情有轻重缓急 如今大人这身子状况您也亲眼看到了 朝中群臣百官的 难不成还非得他一个病人带病前往吗 路易假装呵斥惊吓 随即又对徐静开口徐大人 那人性子急 说话直 还望您别与他计较 陆某实在是身体所致 不得已才与皇上告假 陆夫人为人快言快语 说的却也是事实 今日我前来也想与陆迁士了解一下准备工作的进展 若是有需要 或许老夫我可以尽一份力 毕竟是大局为重要紧 徐静这话说得倒是好听 陆毅算是明白了 合着这个老狐狸除了试探外 还想着独揽此事邀功呢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若是能有徐大人的安排那是再好不过的 只是近日告假之时 我且向皇上严命身体状况 皇上表示此事已无需我在插手 他自会有安排 至于后续何人负责接手工作 恐怕这事还得皇上那边亲自安排才行 陆毅借着皇上的话将此事摊开 一则表明目前自己不参与这个事 二来对于下一步的准备 与安排自己没有决定权 这倒还是陆毅第一次用皇上来赌徐静的话 徐静一时难言 随即又是一副假惺惺的关心既是如此 倒是老夫多虑了 那便听皇上吩咐旧事 陆迁使可要好好休养身体 莫要辜负了皇上对你的义重 多谢徐大人关心 那老夫就不打扰陆迁使的休息 先告辞了 徐大人慢走 臣服 送一下徐大人 徐静离开后 方才还有些病态的陆毅此刻神色如常 只是眉头深锁 大人 你在想什么呢 徐静这么在意围场狩猎一事 或许还有别的目的 此话怎讲 惊吓不解 陆毅焦心中的疑惑说 与惊吓听徐静 得知我身体包扬消息时第一时间上门 与其说是探望 不如说是试探真假 看到我却是病态尽险 也未见他松一口气 如果他要对付的人只是我的话 大可不必那么积极的想要接受围场的后续工作 或许这个老狐狸是想借此在皇上那边邀功呢 一开始我也这么猜测 但你想想京交那一批火药 这是他的手笔 按理说他应该撒手不管才是 这样即便后面出了什么乱子 也难以查到他身上 他此时这般积极 一定另有其他的谋划 如果我猜的没错 他会自己找皇上请命负责此事 徐静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这是为何呢 大人 你说皇上会同意徐静的请命吗 不知道 陆毅如实说道 他现在确实猜不透皇上到底知道多少 也不知道徐静有没有在皇上怀疑的名单中 对了 这几日必定会有不少人前来府上探望 或有试探 或有八戒 未等陆毅说完 惊吓便明白了他意思 大人放心 我一定给应付得妥妥的 陆毅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不由觉得自己多想了 这姑娘无论是在与人打交道或是作戏方面都是不在话下的 看来最近的府上倒是会热闹不少了 10 15